就是這麼多東西是嗎 還要是誰位置 是嗎 是這裡 那邊是嗎 你打小貨車了 平時車這麼大 我這個也是小貨車 我這個 小貨車 全是面包車的 不是 我面包車可能是中的 中三個 我這個好不容易中 你看看吧 不行的都沒事了 你看看吧 沒事 那邊是 大一點 你有什麼司機 你幫我叫一部小貨車 等一下你可以再片段說 下單你備煮一下 那些 水扇的 水扇的 你備煮一下可以損的 可以拿地下浪的那些車 拿什麼地下浪的 那些車都是曬的 可以 放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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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車人可以放一半 我之前可以 開了種子頭 對啊 都是這麼多種 我剛才小貨車都可以 在這個位置嗎? 嗯 我們來看看 廢物 挺緊張的 沒事,保證 好,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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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过来的车就可以晒一点了 你先拿单单,我先取消我的单单 你先拿单单 我先拿一下 现在用车 嗯 没有是2月 等等,我先看看 先取消我的单单 先放些单单 这根有一个编锁 江家里面 老闆 街上 高滑 隆胞 大人 在柄 我给钱了 我现在要给那部车的 我给了单子取消了 兄弟们今天有点倒霉 早上没有开单 然后中午就要吃饭的时候 接了一个三点半的预约单 我打电话跟他说了 要不要下地下室啊 要怎么样的 我就说我的车下不了地下室挺大的 他说没问题 你过来装吧 结果我到了地方之后 他嫌弃我那个车大 说到了那个卸货的地方 可能进不去 结果把那个单取消了 让我给他找一个小一点的车 最后的话 跟他要那个跑空费 他也不给 今天有点出师不利啊 如果是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搞